美国试图拉拢中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制裁 那么实际上是剑指伊朗意在中国呀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上说 本期节目的话题呢 我们来说一说美国准备拉着中国制裁伊朗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啊 以色列悍然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 但是呢 却没有受到美欧的谴责和制裁 然而伊朗进行了有限度的反击后不久啊 美国和欧盟却宣布计划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那么这件事情上体现出的双标 我们就不够多的讨论了 毕竟美希望的嘴烈我们都习惯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美国接下来的操作 来自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啊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示呢 因为伊朗袭击了以色列 所以美国打算在未来几天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并且呢 希望中国和其他全球供应商 也能够一起对伊朗进行制裁 听到这里啊 我真的想说 美国的算盘珠子都要崩我一脸了 一石多鸟的手段是玩的非常溜啊 首先呢 美国要求中国加入 显然是要借机来打击中国的经济 如果中国参与对伊朗的制裁 那无疑会将自己置于被动的局面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能源需求之巨大 尤其是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 而伊朗呢 正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公民国之一 如果中国加入了这个制裁的行列 那就意味着中国自身也会受到能源价格上涨 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重创 因此对中国来说 参与制裁伊朗无异于自肥一臂 其次 美国要借制裁伊朗进一步制造能源危机 将全球的经济掌控在手中 我们知道制裁伊朗呢 实际上会对全球的经济也会带来一个深远的影响 伊朗是世界第三大产油国 一旦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被禁止 全球能源市场将面临动荡 那么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会大幅度的上涨 这将给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 并且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能源危机 那么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们面临的影响将再度升级 只能更加的依附美国 而美国反而将从能源危机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最后 受到直接经济制裁的伊朗必将受到巨大的打击 无暇在针对以色列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都清楚 美国在中东的基本盘靠的就是以色列 一旦伊朗受到制裁将大大的减轻以色列的压力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也将稳固下来 实际上类似的手段美国一直在使用 比如说俄乌冲突实际上就是美国打着一石多鸟的算盘 试图通过战争达到打击俄罗斯 欧盟和中国经济的目的 只不过他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俄乌战争没能使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受损 只有欧盟成为了美国的牺牲品 所以现在美国试图重演类似策略 继续制造危机 美国的算盘打得很好 但是我们不会上当 我们回顾一下4月15号的时候 我外交部长王毅 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的通话 就会知道 中国对伊朗的态度是高度认可和支持的 毕竟我们也有着被美国轰炸使馆的血泪回忆 那个时候的中国腰板还不硬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有些债是要讨回来的 所以无论是从未来的发展来说 还是从历史积怨来说 美国这次对中国的算计是必然要落空的 好了 本期节目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美西方发起对伊朗制裁之后 中俄一三国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